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科学家预计在四五十年之后 全球人口有可能达到90亿甚至突破100亿 人口在不断的增长 但是可供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却是有限的 所以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 这也是为什么像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但问题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的粮食是真的不够吃吗 最近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To the Lost Green 这篇文章告诉了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那就是当九亿人为了吃上一口饭而苦苦挣扎的时候 却有另外一些人每天在往垃圾桶里面丢弃可以吃的食物 在粮食危机的背后 一面是全球性的粮食短缺 产量锐减 价格涨幅过快 另外一面却是惊人的浪费 特别是像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 每年有高达50%的粮食被像家庭超市以及食品的供应商直接就给浪费掉了 据统计美国每年浪费的粮食都在1650亿美元以上 也就是说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会浪费大概600美元左右的粮食 再来看看欧盟 欧盟国家每年浪费掉的食物总量为8900万吨 平均每人每年浪费的粮食是179公斤 其中德国的数据是最高的 每人每年扔掉的粮食总数高达300公斤 不过说实话 咱们自己国家浪费的粮食也不少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课题组 从2013年到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我们国家每年食物的浪费量在1700万吨到1800万吨之间 总价值高达2000亿元 刚刚我们说的都是单个国家的情况 那全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会怎么样呢 数据显示 全球每年有至少三分之一的食物是被丢弃的 也就是说每年有16亿吨 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食物是被直接就扔进垃圾桶了 而这些食物足够养活40亿的人口 怎么样 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惊人呢 那你可能会想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食物被白白浪费掉呢 下面咱们来说今天的第一部分 浪费的真相 一听说食物被扔掉呢 你最容易想到的理由就是 应该是烂了 变质了 不能吃了嘛 可能是什么自然灾害啊 或者是因为不当的存储造成的 第二个呢 可能是过度采购导致的浪费 比如说家里买菜的时候做多啦 餐厅点菜点多啦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两条没有一条是大量食物被浪费的主要原因 人类浪费粮食的最主要原因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是因为这些食物长得不好看 在这么一个讲究颜值的时代 长得丑不光是人 就连粮食都会受到嫌弃和歧视 那些颜色不够鲜亮 外表被磕碰过 形状有点奇怪 或者大小不够标准的水果啊 蔬菜啊 通通会被超市 无情的拒之门外 有时候呢 因为粮食卖不出好价格 考虑到什么收割啊 采摘和运输的成本 农民甚至宁愿不卖了 就让庄稼直接烂在地里 那除了长相问题之外 还有保质期的问题 根据欧美国家制定的食品标准呢 食物的保质期啊 通常都会设置的比较短 另外还有很多食物 是还没有到保质期 就被商店直接扔掉了 但其实这些食物 只是口感上微微有些影响 并不影响食用 对人体也不会有任何伤害的 比如说啊 在德国 那些不太容易腐烂的 大米啊 咖啡啊 或者面粉 甚至就连茶叶吧 被设置的保质期 一般是6到12个月 但其实 这些食物的保质期 至少是6到12个月的 3到10倍 也就是说 它们可以被保存 一年半到6年 再比如在美国吧 大部分州 印在牛奶盒上的保质期 是巴士灭军法之后的 21到28天 美国法律规定 一旦超过了这个时间 这些牛奶就不允许 再被出售或者捐赠了 这个呢 就使得不计其数的牛奶 被倒入了下水道 还变相推动了 牛奶价格的上涨 但哈佛粮食与政策研究所指出 牛奶经过巴士消毒之后 可以去除潜在的污染物 所以即使是变质了 人们吃下去 也不太可能会生病的 所以大量的粮食 被浪费的主要原因 其实是对于品项和保质器的 过高要求 根据测算 全球至少有60%的粮食浪费 是可以被避免的 你想一下吧 我们哪怕只是减少了 四分之一的浪费量 那九亿多张饥饿的嘴 也是可以被喂饱的呀 所以啊 当你听到这两个 截然不同的故事之后 我们就知道 粮食危机背后真正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僧多粥少 而是分配不均的问题 不过如果你觉得 浪费食物呢 只是一个道德 或者消费习惯的问题的话 那你就太小看这个问题了 人们扔掉食物的做法 不只是害人害己 还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危害 下面咱们来讲 今天的第二部分 浪费食物就是破坏环境 经济学人的文章说 表面上呢 我们是在浪费食物 但实际上我们浪费的 还有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英文叫 Wasting food Wastes everything 这句话呢 也是咱们今天的金句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为了种植这些粮食啊 首先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的 我先来跟你说几个数据啊 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还有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呢 全世界每年生产出来 但是没有被食用的粮食 所消耗的水量 相当于全世界最长的内流河 福尔加河年流量的三倍 另外 根据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 期刊刊登的报告 美国每年被丢进垃圾桶的食物 大约要占用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耗费3.15公斤的杀虫剂 和190亿立方米的灌溉用水 数字太大你可能没概念啊 解释一下12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中国福建省那么大 190亿立方米的水呢 相当于中国南水北调 中线一锡工程 四年累计的掉水量 按照美国《荒原》杂志的作者 乔纳森·布鲁姆的说法 光是美国人每年丢弃的 1330亿磅食品里面 所包含的油 就是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灾难里面 石油泄落量的70多倍 你看这些数据 任何一个拿出来 都是触目惊心啊 另外在资源被大量浪费的同时呢 还产生了很多连锁的反应 比如说一些地方为了多种粮食 人们不惜毁林开荒 围湖造田 这些做法呢 又导致了洪涝 干旱 土地沙漠化 等等严重的环境问题 其次浪费粮食 还会加剧全球的变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些被丢弃的食物啊 会释放大量的甲烷 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根据测算 全球范围内 所有被扔掉的食物 所排放的碳足迹 每年可以达到33亿吨 占全球温室气体 总排放量的8%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浪费粮食 对于环境造成的深远影响 那么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此啊 国际社会也达成了部分的共识 首先是要从观念入手 积极推进有责任感的消费行为 其次 针对食物过剩造成的浪费呢 应该寻找二级市场 或者捐赠多余的食物 养活社会的贫困人口 再次就是建立更加科学的保质期分级标准 减少食物不必要的浪费 最后 通过制作肥料啊 焚烧等循环利用的方式 从食物的肺料里啊 回收部分的能量和养分 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废弃食物 所释放出的气体进行供暖 把废弃的食物加工成水产饲料啊 或者是生物燃料等等 目前 食物浪费问题已经得到了全世界各国的重视 一些国家呢 也已经开始采取了行动 比如法国就强制规定啊 超市必须把没有卖掉的食物捐赠给慈善机构 还设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到2025年的时候 要减少一半的食物浪费 英国提出了 废弃物与资源行动计划 政府和零售商 生产商签订机体协议 通过消费者的参与 共同解决食物浪费的问题 好 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我们小时候都背过一句唐诗叫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这在中国是小孩都懂的道理 但是全世界每年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正在被丢弃 但大部分被扔掉的食物 只是因为过了保质期 吃不完 或者是样子不好看而已 浪费食物不仅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也对土地啊 水资源啊 肥料 还有劳动力都产生了非常大的浪费 此外腐烂的食物还会排放温室气体 加剧了全球气候的变暖 我们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 更健康的饮食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但今天当我们知道了 这背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此有所反思呢 听完今天的内容啊 想请你谈谈 你觉得那些品香不好 但味道和品质其实都没有问题的食物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不被浪费掉呢 欢迎把你的看法写在留言区 这里是马虚骏的新知报告 祝贺你又收获了一条新知 咱们下期见